我們一同來進入第一篇的導演背獎 請用準備先兩兩個島族 篇棋 判前世俄大 一 二 三 四大禮 雷史議員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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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是一个最爱抗 第七是一个最爱抗 可以这么说 第一到第四大典 主要在说耶利米 耶利米这一位生存的证明 五六大典你会发现 他的纲要起头就写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五六大典就来启示 这一位心理游戏的神 如何借着这一位心理游戏的 主要是耶利米来为他说话 甚至是哭泣 再来第七大典就是应用 第七大典就说到我们 借着我们神 要借着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 我们就需要应用 所以这是这一篇 七个大典的思路 是不是先请两两个讲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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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篇題 篇題我們先在讀一次 心裡有信的神 那心裡有信的神言者 耶利明義 好 這個篇題 我第一次讀的時候 我沒有完全理會 所以我心裡把它加上一個語字 這是錯的 這個是這個篇題 其實它簡單化就是 神的神言者耶利明 英文是Jeremiah, 再來是The tender hearted prophet 好 The tender hearted God 所以它就是耶利明 中文如果另外一種辦法 耶利明一個破折號 心裡柔細知神的 心裡柔細深言者 所以這是講神的深言者耶利明 好 那我們來讀一下第一大典 耶利明身為禁師 卻同神不照 不只做以色列國的深言者 也做列國的深言者 因此它是祭師深言者 好 第一大典 先點出耶利明是祭師深言者 所以呢 從經文可以看到耶利明第一章第一節 編亞敏地雅拿圖城的祭師中 所以這個是耶利明是生在祭師的家裡 身為祭師的 好 接下來呢 第四到第八節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我會將你照在母腹中 我已曉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將你分別為聖 我已派你做列國的深言者 第五節 耶和華就明講 派耶利明做列國的深言者 第六節 耶利明的反應 我就說 主耶和華愛我不知怎樣說 因為我是年幼的 在耶利明在這裡呢 接受耶和華的呼召的時候 祂是年幼的 所以他們也會說到 祂是一個年幼的 或者說祂是一個青年人 好 那麼第七 耶和華對我說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因為我猜選你到誰哪裡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說什麼話 你都要說 你不要去怕他們的面 因為我與你同在 要拯救你 這是耶和華說的 所以第五節 看見做列國的深言者 那第六這個 第七第八 發現他也是對 以色列國的深言者 而且呢從這裡看 耶和華的呼召就看出來 他會面對 他深言的時候會面對人的反對 所以不要去怕他們的面 因為我與你同在 所以第一大典 強調耶利明是一個什麼 祭施神言者 好這個第二大典禹通讀 耶和華第一立你 在列邦列國之上 會要拔出並裁毀 毀壞並欺負 建造並災池 這是第十節 第十節經文就怎麼說 看啊 我今日立你 在列邦列國之上 會要拔出並裁毀 毀壞並欺負 建造並災池 好 那麼為什麼要這樣說 事實上這與他的名字的意義相符 所以底下的兩個終點 就來說明 我們請一同讀第一終點 法書 會患 就是耶和華 使之清庫 所以就在第10节 事实上当耶和华这样说 说要拔出 拆毁 毁坏 清库 还有建造并摘旨的时候 就已经把耶利尼这个名字的意义 都表达出来了 这里说到的拔出 拆毁 毁坏 就是什么 使之清库 然后建造并摘旨就是使之神高 好 第三大典 公民同图 耶和华使耶利米成为建成的铁柱红墙 抵挡权力 就是抵挡有大的君王 首领既是抵挡地的重力 他们要攻击他 却不能胜过他 第三大典 这个为了思路不是这么近 因为其中有一个蛮好的发表 就是这个耶利米成为一人军 第三重点的第二小点 耶和华的一人军 耶和华使耶利米成为 奸臣铁柱红墙 这是一人军队 那么这个根据的经文 耶和华使耶利米一章十八十九节 我们也一同图 我今日使你成为建成铁柱红墙 抵挡权力 就是抵挡有大的君王 首领既是拼着你的重力 他们要攻击你 却不能胜过你 因为我与你同战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发现第三大典其实就是这两节 加以呢 浓缩就成为第三大典 那么底下的终点就是继续的 把它说明 第一终点 在地上 在神与反对他 抵挡他的人之间 一直有成在 神在地上 在神与反对他的中间 一直有成在 引用了以夫所六章十二节 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 那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着黑暗世界的 以及诸天借礼那 邪恶的属于士兵摔跤 所以在地上 抵挡神与呢 抵挡他反对他的中间呢 是一直有征战的 第二终点 但神不自己直接征战 但是呢 借着他所 差遣的夫人征战 虽然有征战 但神不能自己 来直接征战 是借着什么 他的夫人 他所差遣的夫人来征战 所以提前 一章十八节 你可以看见什么 这是保罗对呢提摩泰 所说的孩子提摩泰 后面就说 叫你凭这些预言 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在这里 保罗就提醒提摩泰 要这个打那美好的仗 提前六章十二节 也说你要为信仰 打那美好的仗 Amen 所以就是提摩泰要打那美好的仗 这是保罗的提醒 祖父 那提后 四章七节呢 是保罗自己的见证 那美好的仗 我 已经 保罗 Amen 所以你发现 无论是提摩泰 无论是保罗 都要在地上呢 大美好的仗 因为神不吃己 直接征战 还是什么 借着他说 差遣的 徒人征战 第三 那么在耶利米的时代 神差遣了谁呢 神差遣了一个军队 但是这个军队是 亦有军队 好 第三终点 我替同族 神差遣他的军队 一个名叫耶利米的亲人 世上就是攻击耶和华 第三 没有人可以击乱他 一为耶和华 与他不赞 这是耶和华使耶利米 成为呢 奸臣 铁柱 铜墙 而且名讲 要离党全力 离党全力 他们要攻击他就不能胜过 所以在发表上 耶和华使耶利米 成为一个 一人军 一个一人军 是一个青年人 第四 大典密同读 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 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 他如何征战呢 说话 这个一人军 他是借着说话 为神征战 那么耶利米一朝九节 密同读 这些都是重要的经文 于是耶利米伸手 而耶和华伸手出我的头 耶和华对我说 我已将我的话 放在你中 第十节看啊 我今日 立你在列邦 列国之上 为要爬出 祝福命才会毁坏 并进步 建造并栽子 耶利米二章一节 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 你到我说 第二节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 新婚的爱 你怎样在荒野 在位置 跟踪之地 跟水果 我都进了 耶利米是借着说话 为神说话 那么在一章九节就提到 耶和华将话放在他的口中 二章一节 耶和华话 临到我 第一宗点 所以在这里 当然耶利米书 没有明年提到 耶利米是圣诊 不过在这个预表的时代 也就是大体 在这个大体的指名 荒凉的时代 为神说话 就是你的圣诊 为神说话 因为在这种时代 为神说话是要呢 面临所有的抵抗的 抵挡的 甚至是攻击的 所以呢 在预表的时代 第一宗点就说 得胜者就是 生言者 第二宗点进一步说明 因为大体的指名荒凉了 神需要兴起得胜者来维持 他所设立的见证 好 第三宗点 我们读 神言者先顾到神的预言 根据他们所说 神的预言 他们多少年运用 神的权力 如在君王大卫 和神言者 他在身上 所看见的 好 这些神言者 要顾到什么 神的预言 好 当他们顾到神的预言的时候呢 也多少运用了神的权力 特别在撒下 撒末记下 第七章 和第十二章 就看见了 君王大卫 大卫是君王 但是身言者 拿丹 在这里 顾到神的预言 反而他是对于这位君王大卫 施行运用的权力 这个撒下七章一到十七节 比较长 重略 不过呢 我们稍微熟悉的话 还是可以呢 要记几个点 当然这一段主要是讲 这个大卫想要为耶和华 建造殿鱼 拿丹员来说什么 是照你所想的去做 但是呢 耶和华的话 领到拿丹 所以到了十一节 那你就说 我耶和华必为你建立讲实 然后十二节呢 他必 兴起你父中所出的后应 接许你 十三节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鱼 十四节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侄 这是神的预言 这是神的说话 那么当然当拿丹收完之后 大卫就停下他 建立的工作 当然他预备了材料 所以在这里面发现 神言者 在这里顾到神的预言 也有多少运用呢 神的权柄 撒下十二章这里 撒下十二章这里 这里呢 也记载了另一段 前面的几节 简单的说 就是拿丹去见大卫 然后呢 就对他说了一个预言 那么重点在二第四节 有一个旅客来到护父那里 护父舍不得 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 取一只预备给过路的客人吃 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群 预备给到他那里的人吃 第五节 大卫就胜 那如那人 对拿丹说 我只能勇国的耶和华其事 行这事的人 该死 这里没有列出的经文 第七节 第七节 拿丹说 你就是那里 你就是那里 所以这是呢 拿丹在指责 指责 大卫 用尽杀害了赫人乌利亚 然后他抢夺了他的妻子 所以在这里 拿丹是圣言者 大卫是君王 但拿丹这位圣言者 顾到神的 御言 然后呢 他有多少运用呢 神的循礼 第四 第五节 宗理一通读 圣七十六二三章里 得得胜者 就是圣言者 去运用了得应验 第五 耶利民是得胜者 坐相反见见者 在启示录二三章里的得胜者 其中有一个特别 在这里要提到的 就是启示录二章十三节 安提帕 昨天那中也提到了 中性的见证人 安提帕 安提帕就是反对一切 反对一切 也就是第五终点所说的 坐相反的见证 所以当启示录二三章 那里的得胜者 总是不管是这个世界 甚至于是基督教国 这个情形 在那里做相反的见证 第一小点 以色列人 荒凉凉 耶利民就同神 呼召做相反的见证 底下记的经文 你就看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 相反的见证 也没有时间全部读 但是像 几个重要的经文 像第 耶利民二十七章第二节 耶和王对我如此说 你要做神所与恶 架在自己的景象上 第三呢 你要把神所与恶送到 以东王摩亚王 雅恒人的王 推罗王 希顿王那里 做什么 告诉他们说 第六节 现在我将这些地 都交在我仆人 巴比伦王 尼古甲尼撒尔的手中 然后呢 换句话说 你们要 服侍巴比伦王 你看 这个 做这件事的人 真是多么讨难讨厌 不是对以色列国这样做 还对其他的王 以东王摩亚王 雅恒人的王 推罗王 希顿王 但是他的确是呢 为神说话 做相反的见证 再看十二节 翻过来十二节 翻过来十二节 我就照这一切的话 对犹大王 希顿家说 要把你们的 景象 放在 巴比伦王的 恶像 不使他和他的百姓 辩合去 耶利明是照着神话 来声言 但是却有 假声言者 做这个 相反的 他有人喜欢的 假的声音 好 第二桥点 神的指名 不晓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 罪恶甚重 神以命令要用巴比伦 惩罚他们 使他们被辱到巴比伦 耶利明十五章十二节 人岂能折断铁 就是北方的铁 那你的注解告诉我们 北方的铁 就是 指着巴比伦的铁 好 这个第三 以色列人 落在这种 麻木的光景 得胜者 颜利明 乃是 相反的 正正 他说耶和华所给他的话 和那些什么 假声言者 相反 所以在这里 重阅的经文里头 就看到了 有一些假声言者 说这个假的 说那些虚假的话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要成为得胜的 这个 生言者 就也就需要做相反的见证 我们回头看一下 这四个大典 他的思路 第一个大典 从他的出生 为祭司 然后他被呢 神呼召为什么 生言者 祭司生言者 然后他的名字 就说明呢 耶和华要借着他的生言 一面来怎么样 一面要来 要来拔出 拆毁 毁坏 就是什么 使之轻负 还要能建造灾止 就是什么 使之身高 这也是耶利米 这名的意义 第三 然后呢 耶和华要使耶利米 成为呢 坚存铁柱同仇 要使他成为什么 一人均柜 好 还呢 这个面对全地的这个抵抗 攻击 却胜过他 第四 耶利米是呢 为神说话的 得胜者 在预养的时代 在神的大几个时代 光凉的时候 为神说话 就是得胜者 得胜者 只为神说话 并且呢 在为神 顾到神的预言的同时 就会多少 运用什么 神的权力 那么第四第五中点就提到 这样做 是呢 做相反的见证 好 我们请呢 两两个对手 第一到第五 是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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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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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有思路的法纲要 这些好像讲相同负担的东西 很有思路的法在这个纲要中 第五大典强调神 第六大典强调耶利米 但是当第六大典收到耶利米的时候 耶利米之所以是耶利米 他的情形 他的人他的感觉都是拼着神 但无论如何第五大典强调神 第六大典强调耶利米之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大典同一同读 耶利米书说到神有信心加上神的公义 这是外书特别的特征的地位 所以耶利米书特别的特征的地位是什么 说到神 柔细的心加上神的公义 柔细的心加上公义 这是神的 这是耶利米书特别的特征的地位 好 底下你的经文 这个我们还是以后会常常引到 所以我们还是先讲一下 耶利米九章十节 我要为山林哭泣取爱 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 因为都已烧尽 好 这里的我是耶和华 第九 耶利米九章九节就明说耶和华说 所以九章十节 我是耶和华 好 第十一节也是 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 为野狗的住处 使犹大的诚意变为荒场 无人居住 这是耶和华 然后呢 耶利米二十三章五节六节 这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 他必作王掌权 行事精明 在地上施行 公领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必 安忍居住 人要征服他的名为 耶和华 我能等你 好 这是呢 这个论到基督的这段话 的应验 在处节里我们提到 要在千年国时应验 所以我们提到 日子将到在他的日子 而在这些日子 就是在千年国里头的 特点是什么呢 公义 给大卫兴起一个什么 公义的苗 他必作王掌权 行事精明 在地上施行 公礼和公义 好 照来耶利米33章16节 耶和华 我们的义 这层的名必称为 耶和华 我们的义 所以呢 这个神是 心是柔性的 但是神也是 公义的 所以这是耶利米 的一个特征和地位 好 第一宗典 我们一同读 我们的神 是心理游戏的 满了连续和同情 但他也许是终于的 就刚刚我们读的经文 耶利米9章的事说到他的 心理游戏 满了连续同情 23章6节说到他绝对同意 第二宗典 按照耶利米书 神的爱包含他柔性的关切 连续和同情 甚至在 惩治 他的选民以色列时 他向他们 也是 延续的 特别从哀歌 第3章 第22节 我们一同读 我们 不至消灭 是属于耶和华的时代 以他的连续 不至断绝 不至消灭 其实已经说明了 在被耶和华惩治之中 但是呢 虽然耶和华惩治 但以色列的确实怎么样 不至消灭 因为呢 耶和华的慈爱 因为他的连续 不至断绝 那么 所以呢 不止神是 在惩治的时候 仍是连续的 第3重点呢 更进一步说明呢 这个 耶和华对 以色列人受管教师的感觉 是呢 和 这个受福的百姓啊 似一的 在那里哭泣 好 那我们一同读一下第3重点 耶利明9章10到11节 和17到19节的话 表达耶和华对 以色列受他 刚刚你读过9到10到11节 对不对 所以我 在那里 要为山里哭泣 取来 所以这是 已经读过了 再来17到19节 有名同读 万语之言 我们 所说的 你们一样 是想 将 开轨的妇女招来 又打发的人 招丁强的妇女来 叫她们 叔叔为我们 出来 使我们 也无礼 往后 使我们的 也无礼 随 来 我们 这是我们是谁 前面又讲妇女 这里又说我们 所以这里的我们是包含了什么 耶和华神和 受苦的百姓 所以底下的这个 123小点就说明 虽然耶和华 惩罚以色列 但他对他们 这是什么 同情的 18节里 我们 和我们的这些情 指比耶和华 将自己 淋于受苦的百姓 并且在他们的 守护中呢 遇他们使 使我们眼泪浪浪 使我们眼皮涌出血 来 第三 耶和华世纪 因同情他的百姓 而 不信 所以你会看到 三个终点 其实是有 有点顺序的 第一终点 说到神是 心里有信的 又是绝对同意的 第二终点 他惩罚他的选敌的时候呢 仍然是 富有连续的 那第三终点呢 就说到他 这个 承知他选敌的时候呢 他的感觉是什么 他的感觉是 与他的受苦的百姓 是一样 甚至是呢 我们眼泪浪浪 我们的眼皮有出血 好 这个第六大纪 同读 耶利弥书也是一本 知识 耶利弥书告诉我们 他的书是书 他这个人 和他的感觉 显示他 就是书是书 我先点一下这五个终点 五个终点 的思路 第一终点呢 比较强调 耶利弥被神兴起 被神兴起 第二终点呢 耶利弥与神是义 现在这个彰显 一个为他说话 彰显他代表 第三终点呢 就这个 当然在前两点 预备好了 所以 耶和华管教 第三终点 耶和华管教 声言者呢 反应 耶和华管教 声言者反应 那这个反应呢 第四终点 看见呢 就是 哭泣 耶利弥替神 哭泣 第五终点呢 不只哭泣 甚至 痛苦 所以他五个终点 还是蛮有顺序的 耶利弥 如何在神的制作下 来表达神的柔性的心 我们来读读一下第1终点 神是柔性 十二 也许 并不一的 耶利弥是个短学的青年人 被神兴起 做神的出口 为神说 并暂时 神 耶利弥的确是你 没有人 就是肉身的看 所以这个 整个耶利弥书有看见他是个胆怯的青年人 但神却把他心情 来做神的出口 为神说话 并暂时 所以呢 这个耶利弥三章这一段的经文 我想这个 都有他点出来的用意 像三章六节 耶和华又对你说 背道领色列所行的 你看见没有 这是耶和华 对你领说 让他看见 这些看见 然后十一节 跳到十一节 耶和华对我说 背道领色列 比肩膽的领大还行 再来呢 耶利弥四章三到三十一节 重乐因为太长了 这是讲座丈夫之耶和华的皇家 也是耶和华对耶利弥说 然后再来三十二章二十六节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弥 三十三章一节 耶和华的话 第二次临到他 所以你这些经文 特别要表达 耶利弥虽然是个胆怯的青年人 但是神心起他 神向他说话 神呢 耶和华的话领导他 好 再来第二重点 耶和华是心里柔悉的神 在心里柔悉的这点上 耶利弥与神完全是一 因此呢 神使用圣言者耶利弥来 彰显他 为他说话并带我 好 那么在这里 引用了经文 耶利弥二章一节到三章五节 这一段只要在讲 以色列人做了两件二事 好 那么耶利弥四章十九节 你会看到 当这个神一灭兴起耶利弥 一灭呢 耶利弥在这里呢 被神所预备 所以耶利弥他的确有些特点 是呢 在他是柔悉的 他是呢 在这个点上 与神完全是一 四章十九节 你会看他 这里提到我的心肠 我的心 我的魂 耶利弥九章一节 但愿我的头为众手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这是耶利弥 但他在这个心里柔性的点上 于神是一 第十节 我要为山里 举哭泣举哀 为旷野的草场 扬声哀嚎 这是神 所以你们看九章一节是一令人 十节是 耶和华神 这个彼此 互相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呼应 耶利弥与神 十一 在心里柔性的点上 第三周年 御同读 耶和华进来管教 虚伟的精华 耶利弥与神 对耶和华的管教 有所反应 圣燕者的反应非常的 柔性 富有同情 和敌俱 这个耶和华是在管教 那么 耶利弥的反应是什么 柔性 同情 和敌俱 8章21节 圣燕者说 因我百姓的损伤 我也受了损伤 我哀痛 惊恐将有 其实耶利弥是非常受 攻击的 但是当百姓 这个受 这个损伤的时候 他也怎么样 受损伤 还痛 再来我们往下看 耶利弥10章19节 民说祸灾我受损伤 我的创伤严重 我却说 这真是我的痛苦 我必须忍受 这是耶利弥 对于神的管教 他的反应非常有心 他也说这是我的痛苦 好进一步呢 请跳到 底下的10章 23节 24节 特别24节 耶和华求你 适度管教我 不要在你的怒中管教 恐怕使我归于 当然这里的我 不光是他这个个人 包含了代表神的反性 是要管教 各自神的供应 但是不要在怒中管教 所以神管教 但圣言者的反应非常的柔性 同情 还有呢 第四终点 毕童读 耶利弥替神哭泣 他的哭泣 表达 神的哭泣 替神哭泣 耶利弥是在那17节 你们若不听声话 我必因你们的骄傲 在暗地哭泣 我也必痛哭泣泪 因为越化的循环被 虚了 第一小点 耶利弥在他的哭泣上 但有神 刚讲了 9章10节 这是神 我要为山林哭泣去来为 为旷野人的草场 但是在9章1节 他就说 怨我的头为众水 我的眼泪为泪的群泣 第二小点 我们可以说 神在耶利弥的哭泣里哭泣 因为耶利弥也在他的哭泣里 遇神失忆 好这个经文读过了 好再来第5终点 读 因为耶利弥时常 精盛之动乎 所以他被 称为哭泣的身权 昨天的乱用也会讲到 痛哭这个词 也就是前面 曾经翻译有 取哀 好这里呢 你会发现他不只是哭泣 甚至怎么样 痛哭 我的 一个 哀歌 一章16节 我因这些是哭泣 我的眼泪 眼泪 泪水之流 耶利弥哀歌 2章11节 我的眼流泪 已至 失忆 哀歌3章48节 我的眼泪 流下如何 所以可见他不是 一个 轻微的 哭泣而已 甚至是什么 痛 好第1小点 虽然神对他的百姓是多忧伤多痛苦 但他必须在地上找着一个 有这一样的心 第2小点 当神的灵灵到那特别的一位耶利弥 把他的感觉 放在耶利弥的灵灵时 深焉者才能 把神那个 伤痛的感觉 把他放出来 把神的伤痛的感觉 发出来 第3小点 我们读耶利弥书时 觉得他虽然哭 但他的什么 情感是 受伤多虚愿 第4小点 一同读 耶利弥那 右上的情感 慧估的情感 是受伤多虚愿 的虚愿 所以神能够 禀当他 用他来 发表神 心中 伤痛的感觉 好我们请两两的对讲一下 第5跟第6大点 祝福 反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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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要让神能借着我们充分的发表 提出三个条件 也就是一二三终点 第一个是自己要有属灵的旨感 第二 第一个 彼此相待 要心处持 第三不是神 要能有累的不是神 这一二三终点就在这三终点 第四 就看见宝罗如何充分的发表神 因着他的身智柔性亲密 所以他的话能量能力会出现 第五 第五我们 我们呢 被神预备的过程中 经过流泪 神会叫政府成为全民的成帝 那全民的救世 所以这一句第七大典 也是在刚刚要的安排上有的事录 我们再读一次第七大典 要让神能借着我们 得着充分的发表 不需要有属灵的旨感 即使要让他要信之前 而有为主义 好 仰各书 五章十一节 明显主事满有实心 请留远去 这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主他是怎样的一位 除外籍纪三十四章第六节 宣告说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连续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丰盛的慈爱和信实 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 耶和华又连续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所以无论是 除外籍纪十篇 几乎是主父的话 都说到耶和华是有连续 有恩典的神 那么仰各书也讲 主是满有慈心 且有连续 所以当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 神又包这一位 这样的一位神 方方借着我们的礼物得着 充分的发表 所以第一重点 属灵的人是情感丰盛的 我们越属灵情感就越丰盛 属灵的人 就是木头石头 没情感 反而是情感丰盛 这个是需要先建立的一个认识 灵前四章二十一节 保罗就说 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 到你那里去 一面来说 保罗必须在人灵 他必须属灵的 不是属肉体的 不是属肉的 但是这个灵却是什么 温柔 爱和温柔的灵 所以这是属灵的情感 这个越属灵越有情感 好 灵后六章十一节 也提到保罗的心是宽通的 七章三节 你们在我们的心里 已至同时同罗 灵后十章一节呢 最后 心至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安却 是基督的 但是呢 保罗却借着你基督的温柔和和 与基督寻衣 特别在基督的情感上 灵后十二章十五节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 并且完全花上自己 我越发爱你们 难道就越发少跟你的爱 爱 花上自己是因为什么 爱 所以你们发现 保罗一面他是操练 所以我在灵中是属灵的 但却是蛮有情感的 第一小点 第二小点 我们读 我们需要做功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的感觉做到 稀嫩的低谷 第二 当神做功的时候 每一次的责打 每一次的对护 都是把我们的感觉 弄得比一些更稀嫩 更明晦 这乃是外面的 最深的功课 灵后四章十六节 说到外面的人是在 这是一定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要有一个最深的功课 就是什么 里面的人日子在更新 就是感觉比从前更细嫩 好第二重点 在照慧生活中 我们相待需要什么 心存迟 以福所四章三书诺节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 心存迟 彼此遭述 就是说到呢 这个心人生活 身体生活 彼此之间 心存迟 然后彼此遭述 第一小点 我们不该审判 定罪做我们同伴的信仆 那要以什么 恩慈在乎 心存迟 饶恕他 正如神 在基督里 饶恕了我 所以路加六章三十七节 主就说你们不要审判 就全不会受审判 你们不要定罪 就全不会被定罪 你们要圣灵的人 就必蒙神 六章的一通读 我们愿坚定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我们就愿心存吃力 我们若心存吃力 也就会能能输 好 第三终节 使徒保罗 夫事主常常流泪 并且流泪的群进神 说到夫事主的时候 要能流泪 好 使徒循的二十章十九节 夫事主凡是谦卑常常流泪 二十章三十一节 要你们应当进行纪念我三年之间 昼夜无助的流泪 劝谦灵各 腓利比三章十八节 现在又流泪告诉我们 老罗在夫事上 是常常流泪 劝谦胜过 好 第一根第二五一同读 我们若不知道苦气流泪 就不是那么属于 第二个 当我们活在灵里 魂做器官 就能流泪 夫事之物 并且生物 好 昨天老罗弟兄花了时间 来讲魂是器官 不该是成为人味 灵 那灵在我们的灵中才是人味 魂做器官 当我们这样活在灵里 魂做器官的时候 就能流泪 夫事并且生物 好 第四 保罗由于许多的患难 和心中的苦苦多多的流泪 写信给各领路 第一 保罗的表达是 柔不得显满了不够义 而生命轻易 表达保罗其实在这里呢 一面其实是责备 一面也是满了 生命轻易关切 灵后十一章二十八节 贵仲造会的话率天天摇压在我身上 十二章十五节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 并且完全花上自己 第二条条点 在灵后七章 保罗所表达的是 对哥林多信徒 身至柔性且亲密的关切 他的话非常摸足 七章二节 你们要容纳我们 我们为什么亏复谁 为什么败坏谁 为什么占谁便宜 三节就明说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罪你们 而你们是在我们的心里 以致同事 第三条点 因着保罗的话是柔和的 满了亲密的关切 一同读 所以有能力和主义 能生生的关切 他的话是柔和的 亲密的关切 即使他在责备 他还是能耐用能力和主义 第五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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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照会生活中 当我们经过流泪骨 八甲骨 神叫这股骨变为 水源之地 要用江河 那这个活水的浆 种江河 江河就是什么 七章三十九节 要受的 纳铃说的 所以全元 也就是纳铃 第一小点 我们越在西安大道上流泪 就越接受纳铃 我们流泪时就被纳铃充满 纳铃也成了我们的 全元 再来第二小点 我们所流的泪是自己的 但这些泪水带来什么 全元 成为丘云 就是纳铃做福分 我们流的泪是自己的 但却带来什么 全元就是纳铃做福分 好 这个福分 加拉太三章诗诗节 亚伯拉罕的福 就是所应属的纳铃 以福所应属的一章十三节 也说到树林的福分 所以福就是纳铃 流泪是自己的 但却带来的全元 就是纳铃做福分 好 请两两对象 必须期待